這裏轉為拍片 來到唐人街 東區唐人街 經常出現問題 公共交通公局裏 其實我覺得巴士是最實際 電車是很無謂 一格頂著就像萬里長城一樣 全部都陷在那裏 這是超級弱點 乘客的上落都是在快線上落 一定要橫跨慢線 所以慢線的車輪亦都要停下 所以根本不是user friendly 所以我覺得應該取消電車 就算要用電車 電車都應該是無軌電車 好像是巴士那一款 巴士上高有條電線接觸上高的電纜 中華門是新還是新的? 新的 十年八年算不算新呢? 十年八年 我們現在穿過這一段之後 就嘗試在Jurard 和Jurard 和Jurard 的交界 看看有沒有一間餐廳 是比較像樣的 其實在未找到食物之前 其實你會看到 街上已經有很多流浪汗 有些是可能精神有問題的 而且也聞到一股酸酥味 我覺得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住流浪汗 大小異變其實就要找地方解決 就會出現了 可能在橫街上有很多異味 交通都幾混亂 今天是人多些 嘗試找個車位拍下 然後找一間 有趣的餐館拍下 當然以前有小南宮 現在小南宮 就轉了手去做那間 不知叫什麼豬 忘記了 接著都倒閉了 小南宮舊店一直都開不回來 好 我們走了一段時間 終於決定找一間越南店 來吃東西 在唐銀家裡面 當然這些Grafitti 是它的標誌 進來坐下來 你會發現一股很懷舊的味道 雖然它舊 但又不算骯髒 好企鯉 都叫企鯉 叫乾淨 我們選了一個近窗門的位置 點些越南粉 我們看看在唐銀 我們大的唐銀街 士伯丹牙也試過 那間在新光酒樓 對面那間是不錯的 現在來到這裡 就是東 我經常都很難說 可能這裡就是隱世小店 也未定 是的 這裡就是東區唐銀街 那我便 有沒有電話地址呢 沒有了 遲些再搞 隨樣 越南粉當然 有很多小食 你看 整個蛋 什麼都可以去炸 炸西蘭花 炸架椒 炸香椒 這些應該很有歷史 進來看見餐牌當中 我真的少見 House Special那隻 通常是最多的那隻 只有16個半 我真的第一次見 我們點完東西之後 現在嘗試拍一下街景 隨機就把鏡頭 放在玻璃那裡 玻璃都清 大家都看得到 我們在拍什麼 因為這些 一個很舊的越南餐館 應該都相當有歷史 它的餐牌 有些是有照片的 我們看圖色字 比起其他 我們Uptown的越南餐 它好像多一些款式 它有很多種類 它連泰式的東西 竹都有 竹都可以吃 還有什麼都可以炸的 但是當我們要問到 譬如有一類 是有一隻燒大頭蝦 越南大頭蝦 它說大頭蝦沒有貨 所以你都要看餐牌裡面 雖然是多 但是有些事情 現在的情況是做不到的 那大家看著街 都覺得開心一些 在街上 看到一些人在走來走去 那我就很幸運 找到車位 這麼奇怪 突然間又好像 多了一些車位 我前後也有位 但是現在這裡的生意 都是淡靜的 不像以前那麼誇張 剛才那個 我們之前在Live的 那邊的同仁街 就比較熱鬧 這裡 還有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在這裡走的人 不是華人 不是華人 已經開始慢慢變質 這個同仁街 好像對面 有一間小小的 支欄汽車維修中心 即是Jura Auto Center 那些位置都很窄窄 你泊車進去 都要扭幾手汰才行 還有門口 維修的位置 都已經被車頂住 你要做一個維修 我想都幾難出入一輛車 但你不要小看 如果你這裡有個地 這些地 依然是很值錢的 我拍一拍這邊的鏡頭 那邊有一間叫做Dragon Harvey 其實是很多年歷史的 不知道 看了一個字 威龍 威龍 威龍玩具模型 即是這個舖位 嘩 當年 我都會有時候進去看看 來到唐人街 他們去買菜 沒有東西好做 就走走那些 真的這麼久 對面那間磁蘭汽車維修中心 你有沒有印象 我剛才介紹過 噢 我拍一拍這邊的鏡頭 那邊有一間叫做Dragon Harvey 其實是很多年歷史的 不知道 看了一個字 威龍 威龍 威龍玩具模型 即是這個舖位 嘩 當年 我都會有時候進去看看 來到唐人街 他們去買菜 沒有東西好做 就走走那些 真的這麼久 對面那間磁蘭汽車維修中心 你有沒有印象 我剛才介紹過 噢 跟大家拍一下 真的 這裡有一間髮型店 那邊又有一間髮廊 然後 這裡又髮廊 這裡又髮廊 其實這裡的人 是很需要剪頭髮的服務 放下機器 在這個角度 給大家看一下 即是 有時候我們只說 沒用 你直接可以看到 街上的行人 你不用拍一些快鏡 那些人的雞 看看有多少車經過 多少人走 待會擺一段 但是垃圾系統就差一點 垃圾就這樣 垃圾就這樣隨街掉 就有些真的影響使用 還有 今天 泊車要很看清的標 那個牌寫幾點鐘至幾點鐘 主長你懷念你上年的VN來買菜 是不是這裡人頭人勇 當然 一位難求 現在是否很難清 相比 還有 現在這個中數 我剛才都以為 搶東西 被我找到個位 走走走 那些車都走光了 我甚至擔心 難道今天會抄牌的 那些人都走光了 其實它真的有些時段不同 4點到6點又不可以拍 不過是說1至5 我今天星期日 應該有位便可以拍 但是你馬上斬到頭 前面是走 是 是 是剛才才這樣 那位置 是 現在有三個位置給你選 從來這裡 除了小艦工之外 都沒有特別出位的餐廳 其實這個東區 比中區更加老化 是嗎 老化得更加厲害 還有其他民族進來 慢慢就 就好像華人離開了 其他民族 包括中東、裔 總之就是 我感覺上 這一間 這間越南粉 都很有歷史 而且我看見 真的有很多款式 你進來 很多 但是做了很久 我們現在都 一個比較 自己是正常久了的時間 可能沒有什麼人在 有三色冰 又有些 越南咖啡 總之就 試多些東西給大家 試一下 是否真的 緊細小店 你之前有沒有試過 這裏當然沒有 每次和大家出去吃東西 未必一定是說 我推薦你什麼什麼 其實我是拍攝 我每一日生活 遇到東西 見到的東西 大小姐見到這個 就說有一個沙爹的湯底 我們隨便拍出來 首先分一筆 這個份量 應該是13元的份量 是嗎 這個是大 大和小 小就是11元的份量 如果去到加大那個 真的很誇張 16元多 我看到這些都是牛肉的東西 可能這個你不適合吃 是啊 有問題 不要緊 它這個又不是沙爹 它寫叫沙爹 它也是一個酸辣粉 是一個酸辣粉 可能在越南來說 沙爹是另一件事 跟我們華人 廣東人所認知的沙爹 是有所分別 這碗如果是13元 都真的偏貴 因為看到菜 是很少的 很少的 粉太多 但是如果整體來說 這碗的成本 你可以看到 沒有多少 所以我不可以說 是推薦大家 我只是拍下 我今天看到的東西 份量真是少 好 但是這個辣的味道 可能大小姐都未必吃到 它這個有點酸酸辣辣 粉麵都很正常 太后很心急 我們給太后吃這樣一碗 要不然它就經常 要動手 這碗是一個正常 我們叫做 house special的 牛肉粉 這個叫做 中的粉 大 大的 大的就是13元 我們又數一下 它有些什麼 芽菜 芽菜 我特意不拌散 給你夾了些東西 看見的份量 其實都是一般 我不會覺得這個特別開心 但因為house special 通常都是說生牛肉粉 牛肉又熟了 又熟了 而那個粉 份量跟剛才的差不多 如果兩樣東西 性價比來說 當然是這個會適量 這些東西更齊 剛才那個 菜真的太少了 牛肉粉 最重要是說湯 湯是不夠熱的 我知道 菜都未放進去 湯是不夠熱的 可能它 完全不夠熱 不 它想像西人一樣 一次上了這麼多東西 然後就不夠熱 因為它剛才用一個大盤 我們命令的東西 全部一起上 但是裡面的廚房 是不可能 在現在這樣的時間 和人手方面 是做得切的 於是一定是有些東西 做了出來 砍在那裡 然後等齊才出 但是這個料 都叫 叫有些 叫多些 但是剛才這個 真的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 那我們的湯頭 其實就很鹹 還有不熱 兼鹹 看不到有些什麼 大家會應該來 牛肉 本來生熟牛肉粉那些 這份牛肉是豬肉 看不出來 這個看不出來 這個像是豬肉 這是豬肉 這是豬肉 它是很特別 養點牛肉 養點厚點 生牛肉不見了 它就會有些 是屬於牛腱那些 牛肉 還有牛肉 牛肉 我找不到牛肉 看牛肉會深吃一些豬肉 牛肉 有些肉 有些 這些是甚麼來的 牛筋 你看到麵會出現一底的狀況 即是煮了一陣子 對 粉是預先濾了後 有人來的時候就這樣撞湯 當你撞湯的時候 因為粉已經失了溫度 是軟了不過失了溫度 粉就會整凍了 整個湯就會凍了 雖然這裡很有歷史 我還是要說實拍見到甚麼 有些難忘了 這些才是正宗 對 很多人是這樣的 我們繼續上其他食 再介紹沙律 這是一個沙律 是 烤豬肉蝦 有蝦 湯開了一半 粉絲沙律 蛋皮粉絲沙律 這個沙律是8元 嗯 是應該 其實這些應該會跟過 有甚麼點 我都不知道 那些叫 那些叫甚麼 魚露 對 魚露 應該先問一下 還是酒麵有味 味是有一點點的 不過就是很淡 沙律淡淡淡的清淡的吧 我試試這塊肉 它是烤豬肉 蛋 特色 真的找不到甚麼特色 我想大家開始明白 為甚麼唐人街開始衰落 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感覺唐人街為甚麼會衰落 好吃的東西 都上去北面 都不如了 在這裏 老牌子唐人街越南粉 我想我拍這麼多越南粉 這間暫時都是屬於比較低層次 真的是偏鹹的 低層次一點 這件東西就比較三色冰 嘩 少了一個紅豆 三色冰 我都不知道找不到哪三色 可以叫椰汁 但桃的應該都是紅豆 還有紅豆 因為紅豆這個 粉條 粉條 綠豆 應該是三色的 又欠缺了一件事 其實我們都無謂再問了 大小姐 你問一眼浪費氣 因為她說我沒有紅豆 就沒有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紅豆 其餘的份量就少了 其實我覺得 餐館如果沒有了某些食材 和你的圖片不配 或者和你的description不配 是應該告訴別人 三色冰呀 我沒有了哪一隻 不是說你出來的時候 你接受就接受 或者真的弄漏了 很難解釋 那整塊冰 不要搞它 我們搞這個 這個也是四個半 剛才那個是四個半 這個也是四個半 這個是凍啡來的 那他們預了一瓶冰 這個是越南咖啡 你要慢慢滴漏 滴漏完之後 下面那個是煉奶 滴漏完之後 你才再加一些冰下去 但是我反而 我未見過一間 是連一瓶給一個冰來 你自己玩的 通常是充好給你 通常裡面滴完 才幫你加冰 整杯正好的拿出來 那它的價錢很參差 譬如滴漏咖啡和三色冰 它賣四個半 就不算是貴 但是去到粉那裡 如果你要加大碼的粉 就去了十六個半 幸好沒有叫 我真是 幸好沒有叫 暫時來說 已經中了一半伏 我們看看怎樣滴完 不如你趁它們的味道 你試試有多濃 這口咖啡 這樣是很苦很濃 很苦 很苦 很苦到金 很苦 很苦 我不攪拌 攪拌了之後 就加一些冰 底下那個是煉奶 是的 是煉奶 對 我們都叫做吃完 你真是很少見過吃越南粉 這碗湯是真的要放下 至於這杯咖啡滴完之後 其實都是真的好濃 好香的 四個半是好濃 好濃 好香 我覺得這杯越南凍咖啡 真的好喝 反而在乎坦上的越南冬咖啡真的不满 為了增加畫面的娛樂性 我依然對著外面街跟大家說一邊吃東西的感覺 首先,它上的東西是很久才上來的 所以我們等得特別久 原來它將東西弄好一台 完全是你的命令才出來 一個原因就是餐房 我們坐的位置跟它裡面的廚房格很遠 我想它不想走那麼多次,捧來捧去 所以就弄好才出來 弄好是因為有次序 裡面相信,除非它自己弄 時間就很久了 你弄完一碗東西,弄另一碗再弄什麼 很多東西就弄在這裡,其實已經凍了 還有所有的味道 對於湯品裡面只有一個味道 就是死鹹 死鹹 我不知道還會不會有改善 因為你知道很多的店舖本身是買店的 它沒有租金的壓力 老闆可能自己弄在這裡 喜歡做多久又可以 收舖又可以 因為沒有什麼成本 因為最大成本就是租金 現在沒有租金,它就自己弄在這裡 店舖應該是開了很久 但是會令到整個東區唐人街 其實沒有什麼特點 連一個很簡單的越南粉 都已經完全失色 我甚至在上高北面的馬琴裡面 我未吃過這麼低質素的越南粉 還要這個價錢 大家要明白為什麼 唐人街會失落,會開始衰老 會開始其他民族進駐 華人在這裡不能說是一個地標 我想每一間店舖都有它的責任 單個未拍 但是那個食後感 你會發現它吃沙爹的粉 基本上是剛才很鹹的湯底 你強行擠一些辣油 分量又不是大 而且沙爹粉根本是超貴 如果這十三元只有兩片肉 真的有點過分 成本大概是一元左右 一般食物的餐館 食物成本大概是三分之一 如果這個年三分之一都去不到 只剩十分之一 十三分之一的話 有點過分 唯一我只是覺得那個咖啡是好一點 沙爹就真的不知所為 那個八元 牛肉粉也是 招牌牛肉粉 幸好我沒有叫過大的十六元 十六個半 如果叫那個我想更難搞 拍一張單 這杯東西似乎大小姐你喝完之後 好像沒什麼料到 你給大家看看 這裡有些綠豆 綠豆你看 哇 融掉了 不是 還有梅 梅 梅這東西真是難搞 你試一下 你試一口 那我試一口 你都說中伏 你還叫我試嗎 那大家一起 你們筆些果條的比較好 我只叫你試個綠豆 你只筆一根綠豆 綠豆就散了 是啊 你試一下有幾伏 不要只對我說 甜 甜 很粗 那些綠豆很粗 梅粗 梅粗 本來應該有紅豆 一粒粒的 算了 都很難用 總之我稱呼它為鞋 這個都是相當伏的 應該喝不完 但是唯一是真的要賺的 這杯越南咖啡 這個沙律也是一碟 放在這裏就 不知道怎麼算好 鏡頭在這一邊 拍了一張單 它就這樣寫的 48.6 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沒有什麼資料 就是憑你自己 剛才點單的時候 拍的東西 出了就是這樣 估計是沒有小費 其實這樣寫 我們就有點困難的 因為有些餐館真的 我擠了小費 還是不擠小費 你話一聲 我們就不用重新計算 決定裡面有沒有小費 都是懶人包 我們吃完東西 其實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 因為老闆裏面 做事的人全部都有一些 越南口音 那你都認為 他都是越南人 應該是正宗的 應該是正宗的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還是我們吃開上面那種口味 我想會有改變過的 還是說上高那些 遷就你們華人 所以他們的口味 就變成了你 適合你廣東人 上海人 就不正宗 但現在這個真是死鹹爛鹹 而且由份量 去到所有東西 我都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越南餐 我想會對越南的印象有改變 越南咖啡 我覺得是正宗到上面那些 我只是說 現在在下面的餐館 店舖 店舖很多都是吃老椒牌 只剩下一個老椒牌 因為他們以前做開 買了一間店舖 成本就低很多 但是 你熬得過疫情 不等於你真是好吃 我覺得 還有上面真的超大 無論份量 味道 送菜味道 熬個湯底 上面的大小 真的很大碗 剛才那個 是小小的 是 但如果我們那件 那碗東西 變成16元 16.5元 一碗 加上稅加上稅 會是20元一碗牛肉粉 我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只是 只是 再服一些 就可以了 好 好 好